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不仅观光业受冲击 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失业潮 为了帮助这些人可以渡过难关 花莲的公益组织好人会馆互助菜摊 日前发起的纾困方案 让贫困家庭或失业的人可以免费拿菜回家 还发放了急难救助金 预知给生活困顿的人 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好人会馆互助菜摊 在东华大学本人校区搭起帐篷 里头放满了新鲜蔬果 免费让需要的人前来索取 而这些蔬菜有些是来自 曾经被帮助的个案所提供 有一些是来自果菜市场滞销蔬果 好人会馆就会以批发的价格 向农民采购来帮助贫困家庭 有的个案甚至可以拿到纾困金 这个举动不仅是让农民可以减少亏损 也创造工作机会 更是帮助因为新冠疫情而失业的人 可以战斗难关 疫情的关系 导致生意不好没有游客 我做批发的 人家小麦也是卖的生意都不好 比如说原本叫的量 就是减少掉了八成 鞋位这边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就是帮我承租 复办不起的椰子园 好人会馆执行长黄荣敦表示 好人会馆互助菜摊开办纾困方案以来 已经帮助超过150人 每天大约都会有40组人前来访谈 并且依照每个人不同状况给予补助方案 一直到今天已经发出了上百万元的纾困金 以我们办公室来讲 我们之前完全不做个案 那这一次是因为这个疫情 整个挤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 那所以比如说我们本来就在帮助印尼移工冬天的时候 因为他们没有冬天要外套 要保温杯以便在海上作业 所以有热水可以喝 然后呢本来就在帮忙那个资源回收者 希望说他们过年能够有米跟这个菜 但是呢大概在过年之后就发现这个情况变得比较严重 然后慢慢的有那个人心开始很担忧的情况发生 那到一个月前的时候 一宣布启动这件事情就很猛烈了 需求者就非常强烈 但是我们现在碰到很大的问题是 我们还是在一个很窄的范围之内做这件事情 好人会馆的纾困金在防疫期间 让这些失业没工作的边缘户 虽然没有办法获得政府协助 不过还是有机会可以重新站起来 会馆也希望有更多善心人士或志工一起加入 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借徐立琴授风箱报道